欢迎收看这个小蛇台湾大搜索 我是庄小婷 在去年爆发的乐生公开售货弊案 曾经当过记者总座许晶龙遭到起诉 具体求行30年 不过对投赠雷说却还不济其 因为就在10月19日这天 乐生股票正式下跪成了一堆废纸 其实整起乐生案的背后 还隐藏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检调查出 当初要收购的日商白纸杆头 背后一色是大陆资金 而金主是中国大陆游戏大亨王奇 博票百亿大盗杨瑞人 就是他在台湾的代理人 外加还有一个天母帝宝帮 在幕后操作 根据了解 乐生似乎有75亿的资金 已经汇出海外下落 Go ahead Panda Show us what you can do Are they going to watch or should I just wait until I get back to work or something 只要你打开这个游戏 就会看到你自己的资金 以蜂蜜蛋糕闻名 指挥大家共同的美味记忆 这间老牌蛋糕厂 现在被游戏鼓王乐生科技向重 砸下1.39亿收购 一个咖啡老板换人做 由游戏大厂乐生接手 几乎每年宣布收购一间企业 看似单纯的乐生游戏公司 在拼购一克咖啡一个月后 又高调宣布日商白纸杆头 以每股128元收购乐生 股价马上大涨 但怪的是 股价顶多冲到115.5元 离128元还有更差距 因为你128要收购 为什么你在110几块 就看你在卖股票 但为什么要卖 预收购的外商白尺干头 最后交割日没有贿赂交割款 宣告票票 也成了国内手中 恶意不履行交割的 公开收购破局案 疑似有特定大户 早就知道收购案会破局提早到货吗 让不知情的散户承接 股价一路重挫 外商没有如期缴交第三期财报 被处以暂停交易处分 股价低调9成收在13.2元 2017年10月19日下跪 变成一堆废纸 你会发现从头到尾都是 许之农在搞的一个大骗子 在台湾的证券史上 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 检料发到大搜索 发现许多金主口中 都提到一个人 安东尼扬 他似乎是乐身骨架飙升的 幕后操盘手 负责跟金主牵线吗 小心 小心 中乐 大家想觉得被冤枉吗 这个人好面熟 安东尼扬 结果才发现杨瑞人改名 叫做杨伯志 原来安东尼扬 就是1995年 盗领国票116亿的 股市助手杨瑞人 讽刺的是 这8年来杨瑞人还给 国票公司的金额 不到20万元 他隐藏的财力 显然超出想象 而当年杨瑞人 只是国票板桥分公司 小小营业员 却能盗领百亿 其实他的投机刑合 在就读台北商专 担任学生会长时 做出的几件事 就可以判出端倪 阿卡文 集体舞弓案这个考试 那用作弊那样子 简入了集体舞弓案 学校发现 那么当然会长 学生会长就被拿下来 这个一落千丈 没人要聚意 杨瑞人曾说 自己是牧师父亲的私生子 不过爸爸并没有照顾他们谋资料 或许是经济压力 加深杨瑞人对赚钱的执着 所以他在写真时代就开始网股票 所以在民国这个79年的时候 退伍回来之后 他就去考国票证券 不过当时的杨瑞人 无心业务 整日沉迷古海 第一次投资就输了2000多万 不得不卖了台北市跟三重老家 两间房产来弥补亏损 他很不甘心 这时他发现国票的安全监理机制 有漏洞 本票 商业本票 商业本票 就锁在一个旧的储藏室里面 也没有上锁 印章也随便放安 也没有锁 电脑负责交割 所谓的认证 通通都我一个人在管 包括公司的章有在管 那我如果拿到本票 如果拿到保证单 保证张的盖章 那加上我真的张 三合一 那不是资张票券 就变成真票券了吗 姚瑞人偷偷使用主管王庆祥 以及公司的戳章 用真人投假交易的方式 位造红海等民间公司 向国票融资的商业本票 再向台湾银行信托部 不当榨取102亿元 全部投入股市 此时拿着大把钞票的杨瑞人 出手更为破绰了 然后带他女朋友去吃饭 新一路那里有一家 七都里餐厅 那女朋友就看 这餐厅好棒 如果是我们多好 二话不说 花了几千万就把这个整个 七都里买下来 然后让女朋友帮这个老板娘 好日子没过多久 1995年 杨瑞人因为跟股市作手正难心 联手炒作高新昌钢铁的股票 资金进出异常 检调介入调查 事情曝光了 他那时候投资错误 因为邪恶的钱 就会往错误的地方去 他那时候要是投资 我们不要说说什么 就随便投资红海 或者是随便投资任何的台塑就好 不用投资别的 你可以发现什么 当时的102亿 就会变成了1200亿 当时杨瑞人投资的却是高新昌 亏了15亿元 102亿瞬间只剩下86亿多 当消息被媒体揭露之后 股票公司爆发疯狂挤兑 短短三天被提领20亿 连股票大股东中央银行 都得释出714亿平息这场金融海啸 而这场挤兑还引发另一个悲剧 王庆祥是在凌晨3点40分左右 从位于台北市敦化北路和南京东路口的 国票公司14楼顶楼坠下 当场死亡 王庆祥是杨瑞人的顶头上司 疑似不堪别人怀疑的眼光 奋而轻声明智 杨瑞人被判有期徒刑13年 关在台南监狱 当时担任执行处检察官的刘成武 决心把钱追回来 我永远记了报纸灯的 尸体拿走之后还有两双拖鞋 那拖鞋的画面还在我桌上 我就拿给他看 不过呢 你不觉得你背后有阴影吗 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 也许是冤家债主显明我不知道 全身发抖 跪下来 哭啊 刘成武花了18个月 追回杨瑞人暗藏的16亿5人 不过敦苦劳的杨瑞人 似乎没有收到教训 监影管理人看到这个人 非常的巴结堂 然后杨瑞人很简单就跟他讲 来 给他套上给你布鞋白 给他报名牌 你们去买这个股票 赢了 简单 你们拿六成 七成 部分给我一点意识就好 昏黄就好 但是如果输了呢 没关系 输了 通通算我 透过狱卒与刑际依满的受刑人 胆大包天地在监狱内炒作股票 又多判处两年有期定刑 而资深媒体人蔡玉珍 曾两度进入监狱专讨杨瑞人 对他印象深刻 他真的是一个很聪明 然后很内斂 他要掌握住所有 他可能可以布局 然后大捞一票的机会 关了13年 杨瑞人出于后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向往生的长官 王庆祥家属下跪忍错 我一直没机会 我快一点 我自己一直没机会跟他做 我自己的道歉 希望他的亲人 能原谅我自己以前的过世 他还蛮会装的 因为装什么 装说我要去加油站当临死工人 然后人家也不要我 那可能就会装出一些自己 处境堪虑 然后身无分文 可是实际上 他是在各种不同的 这个领域当中呢 在去寻找一个合作的机会 合作的机会来了 就是不断对投资人 揍梦的乐生公司 是乐生的许臣 我们跟他是因为 他们两个以前都是 台北商专的 那另外呢 这个就是杨慧人 他有一个好朋友叫郑鹏基 那郑鹏基本身除了乐生 跟许金龙有大股股的合作之外 其实他们都是 不想 就是那种叫天母帝宝帮 所谓的天母帝宝帮 是剪掉资下给他们冠上的头衔 因为许金龙 三兄弟和郑鹏基 都住在美户上亿园的 士林某知名豪宅 为了炒作乐生股票 他们找上了杨慧人 第一个他有胆识 然后第二个他对股市这方面的 这种市场的动向 非常的熟悉 那第三个是他也有资金 只是不方便 曝光 所以借由这些金主的金流 然后甚至可以想办法 把自己原来的资金做一些漂白 乐生案减掉歹人 杨慧人认了从2015年开始 帮许金龙操盘透力 双手奉上不乏所得320万 想要脱身 但许金龙却敌死不认罪 五度力战减掉 甚至在亭上滔滔不绝 将近三个小时为自己辩护 许金龙靠的是 他在就读台北商专时 参加辩论比赛 练就出来的好口才 之后他考上台大政治系 双修法律学位 后来又念了政大新闻研究所 毕业之后在平面报纸 担任政经记者与电视名罪 觉得自己 自己关系很好 然后这个财经很厉害 就这样应该是说 他自己本身是有计划性的 用过去他在这个媒体角色的 一些人脉跟资源 然后转战到股市的时候 想要捞一票 看到以前的同业 如今卷入乐生炒股案 很感叹 许金龙过去转战游戏业当老板 曾在专访时这么说 我看到这一行 其实是一个任意的错误 我只不过是一个 小小的投资人而已 但这一投资就让我 觉得一罢不可收拾 真的是一罢不可收拾 检报起诉许金龙四大掏金手法 侵占公款 非法私募 非法发行转换公司债 以及内线交易 总共A走四十亿七千多万 具体求刑三十年 但其实乐生的背后 还有两大款项下落不明 他原来去买了一个 上海的游戏公司 叫做Tining Peace Tining Peace在上海 就叫上海敌果 后来用28亿买了 在乐生的白死干头案件之后 他说公司没钱了 所以要把Tining Peace卖掉 29.7亿 可是后来 只汇回了大概7亿多 后面的尾款22亿 从乐生的白死干头案 一发生到现在 已经一年多了 完全没有任何下落 另外还有一个更离谱 更大的案子是 厦门有一家同步网路 汇了53亿去中国 去厦门 乐生并没有拿到实质任何补权 同步网路看到乐生出事情之后 要求恢复原状 不并够了 53亿该回来 这有什么疑问 问题是你不做啊 22亿加上53亿 总共75亿 属于乐生的资金不知去向 难怪许金龙逃不了收押命运 中国大陆的电话 确实是有被他删除的一个情况 第二个是用WeChat这一个的 的讯息通联 主要的是他跟有好几家公司 的负责人有通联 确实也是有遭到删除的一个情况 究竟和大陆哪些公司联络 电话又为何要删除 难道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交易吗 如今还传出白纸干头 其实不是日商 背后资金来自于大陆 目的为了洗钱 检调深入追查金流 并对杨瑞人幕后大陆金主王吉 以及白纸干头负责人发布通气 至于乐生10月19日下跪 投保中心已接获将近 2万名投资人登记 提高求偿46亿多元的损失